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悦纳等等 他来是有几项的东西对经历基督是很重要的 保罗就给我们看到这些项目 他的项目里面 第一 以基督为生活 若是你我多摸着基督 经历基督 这位基督一定会被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当然一面说生活包括我们这个人 一切所行所为 我们参加赚年班训练 我们参加这个聚会 都是生活里面一部分 照会生活也是这个一部分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不能够观止着造会生活 不能够观止着这个赚年班的训练 实在是指着我们这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周七天我们怎样出入生活形式 接触人各方面做事 这些方面如果没有把基督带到这些方面的生活里面 那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就很有疑问 很有疑问 任何对基督的经历 真实的经历总是把我们带到生活里面来 另一面呢 也只有在生活里面经历基督了 那个经历那才是非常的妥善 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充分 所以经历基督第一项项目啊 就是以基督为生活 光有基督为生命不够 要以基督为生活 那才是经历的 我们在前些年 听见李弟用带我们高峰的真理 说到神的经轮 要在基督里把他的自己分赐给我们 来做我们的生命 供应和一切 他所讲的特别是三点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供应 一个是一切 这里说你经历基督啊 就是种在这个一切 官有基督做生命 不够 生命呢 还是要得到供应 得到胃养 这个胃养就叫生命显出那个生机的能力 他发挥出生命的功能来了 你看今天的基督徒千千万万 每一个真实的基督 基督徒都是有基督做生命的 但是请问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是让里面的生命 发挥出他这个效能来呢 我们知道并不是太多 那所有不能够让生命发挥效率的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缺少供应 他没有参加造会的聚会 他更没有个人来亲近主 所以生命的供应未养 缺少了这个生命就软弱了 按真理来说 这个生命是复活的大能 怎么会软弱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常常会觉得 好像里面摸不着了 你完全还是凭着 你的自己在那里生活嘛 所以因为缺少了这个供应 生命就发挥不出来 那个能力 那个效能 你在生活的世上 就很难经历基督 你讲话 跟人家讲话 一讲就很容易 一不顺心 就冒火了嘛 这个冒火就表示 我们的自己肉体又出来了 我们稍微一碰到一些事 我们里面就忧虑了 就烦恼了 这就证明 这个基督的生命 还没有在我们里面 怎样来扶持我们 给我们能力 来应付今天的局面 那这一些 我也不多去描写了 就是当我们得着正面的供应 奇怪 就在生活里不知不觉 你看了基督就做你的忍耐 做你的喜乐 做你的平安 做你的各种的美德 那个东西就是生活里面 对基督的经历了 所以这个包括起来 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一切 这个一切就是包括生活里面 所有的体认 享受跟彰显 所以这里所里经历基督 它是这么回事 我们要知道经历基督 在菲利比书里面 是比较深入 比较高的一卷的书 那因为以基督为生活 那这就是第一章里面 所重点 所给我们看见的 这一个重点里 因为以基督为生活 所以这就是活基督了 那关于活基督 我们等到讲道的时候 还会比较细一点来看它 这是一个对基督的经历里面的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个项目为榜样 为榜样 基督自己 不光是我们里面的动力 让我们活出它来 并且啊 基督自己 还是他有 整个的一套的东西啊 成了我们的榜样 而我们若是缺少了榜样 光是经历基督 有的时候我们会 搞不清楚 到底基督在这里 给我们经历 我所经历的 是不是基督自己啊 可能是基督自己 可能并不是 我们的基督 而我们把它淡住 这个基督自己了 所以 基督的活出一面 是里头生命的故事 一面里 也有神的话里所描绘出来 无论是主耶稣自己来说 还是使徒们来说 他们活出来 有一些的榜样 那个东西就给我们一种的核对 让我们知道啊 我们这个对里面的基督经历的 是不是真正的经历到基督了 这一种的核对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 然后另一面呢 因为我们看到外面 这样的一种的榜样 我们就愿意啊 靠着里面的生命来活出一种的观景 和这一个榜样 和这一个榜样是相符合 美国的监狱 那各方面来说 简直是不是人过的那种情形啊 那不关是这个里头的 这个各种各种的生活的条件 完全是不行的 他并且 那些反对保罗的人 有各种的污蔑 各种的毁谤 各种的破坏 都要加征保罗这个患难的痛苦 所以可以说里外加工 四面楚歌 可是保罗在这里 却有一种观景 它是从深处啊 涌流出来一种的喜乐 是主里的喜乐 那个喜乐 你读菲利比书 你都可以闻得到 它并不是一种的说法 真是里头有那个灵 有那个味道 那你就看见这一个 的确是一个榜样 那这个榜样 你怎么来效法呢 你凭着自己无法效法 如果一个人说 你要笑 你要笑一笑 这个可以效法 你可以你脸上笑一笑 或者大笑两声 但是肚子里头还很苦啊 你外面还可以笑 可以装出来 这个皮笑 肉不笑 也可以笑一笑 但是你要喜乐 这个笑法 笑法不出来 你凭自己来装 怎么装喜乐 它是一个里头的故事 如果不是里面 让那位最喜乐的神 涌流在你的里面 你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个为榜样 完全是里面的故事 但是你 它却有一个外面的观景 摆在那里 成为我们的榜样 这个榜样 第一 为了来核对 我们里面对基督的经历 到底是真实的经历呢 还不是真实的经历 第二 这个榜样 也要激励我们 吸引我们 靠着里面的生命 活出这一种的观景 所以保罗 他真是以基督为他的榜样 那这个就是第二章里面 所说的 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还要来看他 那第三呢 他是为目标 为目标 基督 如果已经 在我的里面 做我的生命 也在我里面 供应我们 也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一切 那既然到这个地步 我还要 以基督为目标吗 所谓的目标 一定是指着 前面 有一个标杆 有一个目的 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的 而叫我们来 兴起一种情形 来追求他 往着那一个目标 而前去 是的 这个基督 无论我们今天 经历他到什么地步 更多的经历 只有把我们带到 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让我们看见 这一位基督 真是无穷无尽 不关是今生 享受不尽 一直到永世 也是享受不尽 因为他是无限 这个不是道理 的确应该 是我们里面的 一种的认识 和我们一种的态度 好像在 以过的 华语新春团会里面 我记得 陈泽全弟兄 给我们 一个比方 说这个无限 无限 你给他 给他除了 除二 他还是无限 并不是除二 就变得一半的无限 你无论怎么去除他 他还是无限 所以我们非常的相信 就是到永世的无限里头 这位基督 还是我们经历不完的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你把他穷尽了 你就觉得平常了 你就觉得 就是这么回事 你就觉得 也没有什么稀奇了 久了也觉得 也没有什么味道了 如果在永世里啊 我们经历基督 能够到穷尽的地步 那我想 那个永世 到了有一天 我们也会觉得 好像没有味道了 但是绝不会了 因为三一神在基督里 给我们的经历 的确是无限的 所以他不只是保罗 他一生的目标 也是他永远的目标 所以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只要我们在这里追求他 你每一天都会有心理发现 每一天都会有心理经历的 我们的人生 何等你有意义 何等你有光明 何等你有盼望 然后 怎么了 他说 这位基督是成了我们的能力和秘诀 他是我们加我们能力的那一位 我们在他的里面 我们凡事啊 我们就都能了 这一位能力就叫我们来应付 一切的环境 一切的遭遇 一切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经历还是不多 但是我们必须因着 主的话的启示 和使徒们的榜样 我们从深处看见 这一位主 助能 叫我们得着能力 来应付一切的环境 他实在是加我们能力的 那一位 所以 在这里他就有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 就是在凡事上 你怎样来应付呢 他那个诀窍 他那个秘诀 就是在于得着基督 就是在于 在这一位 加给能力者的里面 你 不是要知道 像保罗说的 他我都学到了 一个秘诀了 这个是要学习 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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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逐渐 这个秘诀 给我们 给我们找到了 给我们 摸着了 那我们就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知道 怎样来应用基督 这一个 如果秘诀 这个秘诀 如果我们在这里 摸着了 也学到了 哇 我们真是 喝得你喜乐 这就像我们 学这个数学一样 你光是学那个 加减 乘除 这些 好像都懂了 但是不止这样 他还要应用体 应用体 这个应用体一来 你如果没有真懂啊 应用一来 你就错了 嗯 这个 三个鸭子 加四个鸭子 是几个鸭子啊 七个鸭子 嗯 那两个鸭子 加五个鸡 是等于几个鸭子啊 你说七个鸭子 那就错了 因为它是鸡 不是鸭子啊 你鸭子还是只有两个 你用应用体 如果你没有摸着这个鸭 你一下就糊涂了 我们 要在生活里 要学了 要学 有的时候学 学不到 失败了 但失败也是经验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所有成功的人 都是不怕失败的人 感谢神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把这个主题 跟弟兄姊妹 这样解释一下 这四个项目 加起来 就是经历基督 所以这里说的经历基督 你必须承认 是比较深了 比较深你 把基督应用在 我们的生活上 人生上 事分上 一切的遭遇上 我只愿深爱你 我只愿深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匠